在1952年,他的催眠治療師將他帶回了前世 影片開始前,記得按下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這樣你就不會錯過任何你沒想過的 還有你想知道的各種奇聞意識 嗨,大家好,這也是洛京 讀完卷書不如行萬里路,跟洛京一起觀其探物 你覺得自己有前世嗎?在下方留言告訴我 輪迴轉世,轉世輪迴 本集不提宗教,單單從世俗的角度探討 你也可以說投胎、重生,靈魂一次又一次的回到這個世界 每一次都在一個新的肉體中居住 讓靈魂繼續進化、發展 死亡不是結束,出生也不是開始 你知道你從小學習數學總是比別人快 對畫畫、設計具有天分 有可能你前世是數學家、藝術家嗎? 可能你是幾世紀前的某個戰場名將 導致你對軍事、戰爭有濃厚的興趣 也許你學習某個外語特別快 好像本來就會了一樣 你喜歡什麼、討厭什麼 這些都是你有前世的可能 也許這些都已經烙印在你的靈魂裡了 如果你覺得輪迴是不存在的 人死了後,靈魂和肉體就歸零了 接下來我要說的幾個案例 可能會改變你的觀點 量子催眠 有一個叫露西的女生 在1952年,她的催眠治療師將她帶回了前世 催眠治療的過程到一半時 露西開始用艾爾蘭口音說謊 並聲稱她的名字 是19世紀坐在貝爾法斯特的墨菲 露西回想起她是墨菲時的許多細節 因為至少是一世紀前的人了 試圖找出直接關聯不太可行 但是有些間接的證據顯示了這件事的真實性 在催眠下,墨菲提到她在貝爾法斯特的兩個食品店買了食物 店名分別是法爾先生和John Carlegan 後來露西在貝爾法斯特圖書館 找到一份1865年到1866年的城市名錄 上面正有著這兩個食品雜貨店的店名 因為前世最常見的跡象之一 就是似曾相識的感覺 在你見過一個人之前 或者到過什麼地方之前 就有一種熟悉的感覺 這種似曾相識的感覺是在前世 與特定的人或特定地方有接觸的跡象 有一個女生長期被焦慮症困擾 不過在和丈夫去到希臘度晚蜜月後 焦慮的病症從此消失 不再感到緊張失措了 回整和醫生面談做前世回溯時 醫生告訴他 你幾世前曾經在希臘被殺害 這讓這個女生非常震驚 因為他完全沒和醫生說過 自己剛從希臘回來 也許是好的記憶覆蓋了原先刻在靈魂上被殺害的記憶 也讓他從焦慮症解脫 有些夢境是不是醒來很快就忘記了 而有些夢你甚至到現在還記得 那些畫面很有可能是前世記憶的湧現 過去的記憶不只是回憶 這些夢境包含了一些現在生活的跡象 把這些夢和現在的生活連在一起 某些事物的背後意義都會更加清晰 一個名叫崔佛的男人 他記錄下了自己的夢境 並且說他一直不相信輪迴 只要自己做了這個夢 崔佛夢見自己是一命法老 愛上了一個神奇白馬的女子 不是徐佳穎 而奇怪的是 這個女子的容貌也是他今生認識的人 夢裡還有一個不認識的男人 那個男人活埋了崔佛 夢境的生動讓他還記得被活埋時的感受 以及在快死的時候 他對夢中出現的女人說 在另外一世我還會見到你 後來崔佛也跟這個女人結婚了 也有精神學專家研究 兒童在2到4歲之間 能保存清晰的前世記憶 7到8歲以後 這種記憶就會慢慢的衰退 接下來這則真實案例 看完後你不得不相信 他們真的能夠保有前世記憶 一個名為卡倫的男孩 從小他就跟別人不一樣 他最奇怪的地方是 出生後第一個學會的語詞 是爸爸媽媽 這部分沒有毛病 但之後學到的第三個詞 竟然是巴拉島 當時卡倫的家裡並沒有電視 所以讓家人更加好奇的想知道 到底為什麼一個出生嬰兒 不說出巴拉島這個詞 卡倫長大後 也經常跟家人提到巴拉島 還有在巴拉島中所發生的事情 卡倫提到他以前在巴拉島中 有一間在海邊白色的房子 從自己的房間中 可以看到一個寬闊的海灘 房子的附近也經常有飛機降落 卡倫還向母親抱怨 當年他住在巴拉島的房子 有三個衛浴間 所以非常不習慣現在這個衛浴間的房子 卡倫甚至還回想到 自己的媽媽以前是短頭髮 還有三個兄弟 他養了一隻黑色的狗狗 不過這些看似奇怪的事 竟然全是真的 卡倫的爸媽對於這種現象 實在看不下去了 決定買的機票非常巴拉島 而也是這個決定 真的印證了閒事記憶的存在可能 後來卡倫家飛到了位於蘇格蘭的巴拉島 歷史博物館聯絡卡倫一家 表示巴拉島確實有個海灘 也確實有一間白色的房子 於是卡倫一家就到白色的房子裡參觀 可是卡倫邊參觀舊屋 神情變得越顯低落 卡倫發現一切與當年不再相同 屋內的人和裝修都變了 唯一沒變的就是三個衛浴間 能夠看到海灘的房間 回家後卡倫彷彿結束了新結 重新開始生活 卡倫結束巴拉島旅行之後 也在沒有提到巴拉島的任何事 因為巴拉島所產生的傷心 和思念的情緒也一掃而空 卡倫長大後 也開始漸漸忘記有關巴拉島的事情 好像一個人還了心願 忘記前世記憶 重新開始生活一樣 而洛金自己覺得無論輪迴存不存在 我們的意識都只活這一輩子 而無論因果善惡循環 那都是上輩子跟下輩子的事情了 這幾十年的時間 我只想好好體驗人生 不斷挑戰困境、嘗試、成就 所以想完成什麼事就去做 不要讓自己留下遺憾 將來離開人世時感嘆 還有什麼事沒有完成 早知道那一年怎麼樣就好了 本集影片結束囉 你還有什麼事沒有做想完成的嗎? 可以留言給我知道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讚並分享給你的朋友們 禮拜三見